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答应你 你呢 用什么手段杀人最拿手啊 石头 试一试吧 不过 不要冲我来 那当然 过去看看 公子 他死了 废话 被我打中的没有不死的 说吧 你想要什么 美女 几个 公子也太小气了 几个怎么行 那你想要几个 一百个 有吗 那么多女人 你应付不了的 我养过一千匹马 一万头羊 女人和马羊一样 只要会养 没有应付不了的 好 我答应你 你呢 你用什么方法杀人 用舌头 用舌头怎么杀人 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屋中生有 造谣生事 用三寸不烂之蛇杀人 防不胜防 可以一试吗 当然可以 你打算怎么释放 让公子杀到废将军 你根本办不到 如果公子是黑白不变的傻瓜 我就承认办不到 我不是傻瓜 公子要不是傻瓜 天下就没有傻瓜了 你太放肆了 竟敢侮辱齐国公子 当心我割掉你的舌头 公子 我的话要是没道理 不用你们抓我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舌头咬掉 好 说吧 这里说话不方便 我要跟公子单独谈 跟我来 说吧 公子知道 费将军为何找我们来帮你杀齐王吗 我做齐王以后 与魏国永世和好 还有呢 没有了 公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费将军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此 我知道 他们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利用我牵制齐国 即使我当不了齐王 也会脱离齐国 使其无法与魏国争霸 想不到公子是如此聪慧之人啊 天下任何事 就想瞒得了我 没事没事 公子 小人该死 小人不该欺瞒公子 你说得很对 你是瞒不住我的 自己说出来 比我查出来好 说吧 有什么事瞒着我了 公子 小人可以站起来说吗 起来吧 谢公子 公子 我说的事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费将军 我可以保证 庞元帅与秦军相持不下 韩国准备帮助秦军 若韩国出兵驻秦 庞元帅必败 魏国现在需要得到齐国的帮助 庞元帅为此命令费将军 立刻动手杀齐王 让公子尽快继位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呢 你说的这件事 我已经知道了 公子 你听我把话说完 关键在后面 费将军认为 又杀死齐王使公子继位 时间紧迫又没有把握 他想把公子抓起来 送给齐国 换取齐国出兵相助吧 你说谎 费将军不想杀死齐王 找你们来干什么 他找我们兄弟三人来 不是为了齐王 而是为了公府啊 此话咱讲 他让我们来抓你 他敢 有什么不敢 我那二位兄长的本事 你已经看到了 我大哥力大无穷 是专门来抓你的 我二哥非时无敌 是对付你那些卫士的 我这三寸不烂之蛇 是来劝你 束手就擒 不要自找麻烦 那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动手 方才公子出手如此大方 我兄弟三人都非常感慨 而费将军出手太小气了 我们不想听命的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只要公子给我们的报酬不变的话 我们就听公子的 好 报酬不变 杀了费将军 公子 费将军不能杀 你既然答应听我的 我说让你杀 你就得杀 公子 你应该把费将军抓起来 由我们送给齐王 换取齐王的信任以后 再杀齐王就容易得多了 对呀 说得对 把费将军给我抓起来 公子 你想干什么 你心里明白 愣着干什么 抓起来 是 公子 你这是干什么 不干什么 把你送给齐王 做卫士兄弟的见面礼 他们再杀必将 就容易多了 公子交尸 你这个卑鄙无耻下贱的小人 你才是卑鄙无耻的下贱小人 如果我不抓你 你就要抓我 公子 我刚才是无中生有 费将军是无辜受冤 你太放肆了 这可戏弄于我 公子 要打 应该打你们齐国的公子 是他 要见识老三的舌头 费将军 你不应该生气 你应该为此而庆贺 凭我们兄弟三人的本事 一定会搅得齐国 不得安宁 公子 你该问我想要什么了吧 你想要什么 官位 什么官 相国 相国 可不能无中生有 造谣生士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当了相国就说相国话 如果你不称职 我可要罢免你 理所当然 好吧 我答应你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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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戏来了 他来干什么 他说有钥匙相告 走向国请 请 相国 此次来垂都 可有钥匙相告 我现在已经不是相国了 就叫我邹记好了 相国在我心目中 一直是相国 若我做了齐国君王 相国还将是相国 公子 公子这样看得中我 我这次来垂都 看来是来对了 相国来此 到底有何事 齐王被刺 公子可曾知道 当然知道 刺杀必将 就是我的主意 公子 如此坦诚而言 更是我放心 公子 你可知道 大王伤势如何 只听说伤得不轻 但不知详情 大王被刺之后 从没离开后宫一步 朝中大夫 询问大王伤势 王后总是说伤势见好 后来我们几个老春就觉得 田姬跟孙殡的行为 有些不对头 便买同宫中太医 太医说 大王伤势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日益加重 太医已经无能为力了 好 相国带来的消息太好了 公子先别说好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我们几个老臣估计 田姬孙殡封锁大王的伤势 其中定有阴谋 便派人暗中监视 裹不出我们所料 田姬与孙殡 正在暗中物色 王位的继承者 必将无后 我是王位理所当然的继承者 公子身在国外 如何继承王位呢 必将身亡之日 就是我回国之时 他们一定会封锁消息 不让公子知道 大王驾轰的时日 等公子知道 大王驾轰之时日 王位早就是别人的了 只要我在 齐国没有第二个人 有资格继承王位 听说田姬 在高密找到一个 叫季江的人 说是这个人是先王与宫女所生的儿子 我怎么不知道先王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也没有听说过 这一定是田姬与孙殡的阴谋 他们是想利用这个人阻止公子继位 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对 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 公子将不可能有回国之日 更谈不上有什么王位了 我们这几个曾得罪过他们的老臣 也将死无葬身之地了 公子 为了阻止他们的阴谋 我受这些老臣的委托 冒着生命危险 来见公子 我派人杀了田姬 孙殡 不行 田姬跟孙殡有军队的保护 一两个刺客 奈何不了他们 我刚找到三个刺客 天下没有他们杀不了的人 即使杀了田姬和孙殡 还有王后 还有田国和秦华 他们照样可以让季将继位啊 我把他们都杀掉 这不可能 你知道曹阳是死于何人之手吗 我听人说 他是中了孙殡的诡计 被士兵包围 被迫自杀身亡的 不对 他是死在王后的剑下 这不可能 王后怎么可能是曹阳的对手呢 你知道王后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我只听说 她是一个靠诡计 当上王后的仇女人 她是剑女 叫钟离春 她曾经手中一把剑 在万军之中活着过旁军 魏国人听说这个名字皆闻风丧胆 她 她就是王后 是的 这 这不可能啊 这 公子若不信 可以回国去问太后 照你这么说 杀不了他们 即使杀得了也不能杀 尤其是孙殡 为什么 孙殡和田稷都是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 他们可以使其国免受他国的欺辱 可他们是我的敌人啊 他们之所以与公子为敌 是因为他们受命于大王 这是为臣者的品行 如果公子继位 他们也会受命于公子 相国说得有理 可是不杀他们 如何阻止即将继位啊 公子立即前回齐国 回国 是 要是被他们发现 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有太后在 即使他们发现了 他们也不敢杀公子 不行 有太后在也不行 这太冒险了 公子如果回国 可以顺理成章继承王位 公子如果不回国 继承王位的 就可能是那个所谓的即将 公子 我联络了朝中 数十名先王的老臣 大家为了齐国的设计 一致拥护 公子继位 这是我们数十名老臣 联名献给公子的信 如果公子回国 有太后的支持 有我们这帮老臣的拥戴 王位非公子莫属 如果公子不回国 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公子 好 我回去 公子 此时回国 凶多吉少啊 不回去 将失去继承王位的机会 我怕公子中了孙殡的圈套 不会 邹继和孙殡一向不合 又被迫辞去相国 他是不会为孙殡作用的 公子一旦中其圈套 后果就无法挽回 如果措施良机 那才是无法挽回呢 耳闻不如眼见 公子可派人潜入林姿 查明邹继所言真伪 然后再下决定 邹继与碧将离心离德 他不会说谎 邹继和齐王未必离心离德 上次邹继替齐王出使秦国 就是一证 正因为如此 邹继才更加记恨碧将 碧将答应邹继出使秦国回来以后 让他再度入朝 可碧将出尔反尔 失讯于邹继 公子 即使邹继没有说谎 也应小心行事 如果邹继 本身就中了孙殡的圈套呢 公子 费将军说得对啊 我们应该先派人 前往林姿查明真相 然后再做决定 高将军 你去一趟林姿 设法找到太后 让太后帮你查明真情 好 速去速回 千万别耽误了我的大事 贝将明白 公子 我们何时去林姿 再等几天 我们想早一天得到 黄金 美女 还有相国 孔夫子说 欲速则不达 我们也不认识 什么姓孔的夫子 也不想听他的话 三位壮士 不要难为公子 林姿的情况有些变化 公子是想查明之后再下手 这样更有把握 那几天能查明啊 来回六天 好 我们就等六天吧 谦戏送来消息 公子教师手下的高将军 不日降到林姿 他肯定要见太后 你要严密坚持 与太后接触的任何人 我知道了 秦先生 即将继承王位的消息 散布得怎么样了 朝中大夫们无人不知 都议论纷纷 只有朝中大夫知道还不够 还要让全城的百姓都知道 众说纷纭才会信以为真 好 我这就派人在城内散布消息 好 还有 告诉大王不要接触任何人 行 我现在就去 好 老板来点酒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告诉人 听说大王不行了 我也听说了 你知不知道什么人将继承王位呀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 我听说有个叫季江的人 即将继承王位 可有此事啊 宫中的事啊 你们找问 喝酒喝酒喝酒 喝酒喝酒 来来来来 大人 后面客房 有位先生要见你 他是干什么的 一个商人 一个很有钱的商人 他说他认识你 好 二位先喝着 我去会会这位朋友 好 来 咱俩喝 喝 这 高 高先生 对 高先生 你怎么来了 你先坐 高先生 找我何事啊 请你带我进宫 去看望太后 带公子 去问候他老人家 高先生 小人实在是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呀 高四人 是不想帮这个忙了 不是 近来大王伤势加重 王后没封锁消息 不许外人进宫 别说我一个世人 就是宫内将军 也无法带你进宫啊 宫内修缠 那将人也不能进宫啊 这 高四人 宫内修缠是你的权限 你应该有办法让我进去的 我 高四人 如果大王驾轰 继承王位的 可是公子交尸啊 你若此事帮我 那后半生 可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啊 高先生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田将军 孙先生 王后让小人转告二位大人 高将军扮作匠人 已经进了太后的寝宫 你告诉王后 就说太后一定会去看望大王 请大王不要露出半点破绽 是 太后 大王 大王 太后来看你了 王儿 你感觉怎么样了 王儿 别难过 你会好起来的 母后 儿不知道你流泪 不值 王儿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你虽然不是老父所生 可是老父 一手把你带大 老父对你 像亲生儿一样 不 儿不是这个意思 儿的意思是 儿如果 把王位让给交尸 我们兄弟二人 我们兄弟二人 就不会 你一死我活了 是交尸做得不对 等他回来以后 老父一定惩罚他 重重地惩罚他 母后 有你这句话 我就欣慰了 王儿 王儿 你觉得怎么样了 儿 累了 想歇息了 儿 你 你 引命 iş 我 太后 教师做得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太后公子不这样做 就不可能夺取王位啊 为了王位 就可以杀害自己的兄长吗 杀害兄长 是不仁不惕 你 回去告诉教师 叫他立刻回来 跪在他兄长的面前 求他的宽恕 否则老父也饶不了他 是 太后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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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天都过去了 高将军怎么还没消息 三位壮士别急 高将军很快就有消息了 即使很快 我们也不想再等了 对 我们现在就去林子 不行 你们不能去 公子是不是怕我们失守啊 不是 那是为什么 公子 你们等急了吧 怎么样了 齐王的确是不行了 太后让你回去 太好了 可是 太后好像有点不高兴 为什么 太后才说 你不应该杀害自己的兄长 他让你回去 跪在齐王的面前 请求他的宽恕 行啊 只要能继承王位 让我干什么都行 公子 既然齐王已经不行了 是不是就不用我们了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啊 我也是刚知道 会说的不是会听的 反正高将军明明说 齐王的确不行啊 这说明你们早就知道这事 高将军此行临资 就是为了证明此事 公子啊 我说的对吗 就算是吧 什么就算是 而是就是 是又怎么样 你得给我们个解释啊 不能让我们兄弟三人 在这儿白等六天啊 我会给你们钱 多少 每人十两斤子 公子把我们当要饭的了 那你们说要多少 原价不便 那不行 你们没有杀齐王 我不能给你们这么高的报酬 不是我们不杀齐王 是公子你不要我们杀齐王 如果我们不是在这儿白等六天 齐王早就被我们杀了 齐王已经不行了 不需要你们动手了 你着我们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那时候我不知道 你知道以后就应该告诉我们 可是你没有啊 所以你必须按照原价给我们报酬 你们这是不讲理了 讲理我们就不瞎人了 别跟他啰嗦 一句话 你给不给 不给 不给我就杀了你 然后去找田稷要报酬 你放开公子 他答应我就放他 来人 滚出去 不然我掐死他 高将军 让他们出去 出去 说吧 到底答应不答应 壮士 论功行赏 才可以服众 你们无功要重赏 我如果答应你们 那跟随我的将士怎么办 他们出生入死 拿到的应该比你们多得多 可我没有那么多的黄金 美女 高官给他们 因此 我不能答应你们 公子啊 账可不能这么算啊 那你说该怎么算 实话跟你说吧 田稷也找过我们 要你的性命 因为你给的钱多 所以我们才听你的 你要是不按我们说的做 杀了你 一样能够得很多黄金 杀了你 我们也能捞一大笔钱呢 公子 是你的命之前 还是黄金美女高官之前啊 这个账 公子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吧 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跟着我 为我建功立业 那报酬还得在家 可以 好 我们答应你 传令全军 明日启程 是 请 来 为我们明日全军回国 干了这一尊 欧公子 公子万不可带军队回国 公子若带军队回国 田稷孙殿 会借双方将士的仇恨 挑起事端 节外生枝 不带军队 谁保护我 公子将为国军 又是奉太后之命回国 他们是谁也不敢 加害公子的 公子 只要太后在 他们是绝对不敢加害公子的 太后 曾以死威胁 如果公子不在 太后也不想活 所以上次 村殡田稷 率十万大军攻占边城 才网开一面 有意放走公子 高将军 你说呢 军队可以留下 有卫士三兄弟跟随 可以顶千军万马 费将军 你呢 军队留在垂都也有立处 一旦齐国有什么变故 垂都的军队 也可以有所照应 好 军队就留在垂都 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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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这几个刺客 一惹是生非 若让田稷他们抓住把柄 将影响公子继位 邹先生放心 我自有安排 危险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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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孝之子交世 救见母后 姜世儿 儿啊 你让娘 跟香死 母后 儿 再也不离开你了 你说话 可要算数 儿说话算话 永远不离开母后 儿啊 你快去看看你的兄长 他快不行了 你跪在他的面前 求他饶恕 直到他死 这样祖庙里的父王 才不会怪你 朝中大夫 才会原谅你 儿明白 儿这就去看望兄长 必将 来 公子娇师已经进宫 大王那里已得手 你立刻率军前往宾舍 捉拿高将军 与卫士兄弟 是 邹记说 卫士兄弟 一个轨迹多端 一个力大无比 还有一个 非是能百发百中 你千万要小心 先生放心 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我先走了 好 兄长 兄长 我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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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兄弟 何苦装模作样 寡人最厌恶的 就是虚情假意 原来 你是在骗我 不 这不叫欺骗 这是计谋 这一计叫 吊虎离山 给我拿下 你们干什么 你们敢 你若杀我 母后不会放过你的 寡人不杀你 寡人要你 永远不见天日 带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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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二弟 我们 我们被军队包围了 好 永远 高将军 魏氏兄弟 公子教师自投楼王 已被大王抓获 你们赶快出来投降 否则死路一条 高将军 这怎么回事 我中了孙兵的诡计了 高将军 你们不要心存缴隙 兵舍四周都是弓箭手 你们插翅也难逃走 要想活命 只有投降 大哥 怎么办 冲出去 不行 他们人都又有弓箭 不能硬冲 弓箭算个屁 大不了一死 走 大哥 能不死还是不死 你瞧我来 代表的将军听见 要我们投降也可以 但是你得向我们保证 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 你们放心 我田国一向说话算话 你说要算话我不相信 可是那个齐王又不饶恕我们 怎么办 那你们说 如何才能使你们相信呢 逃一句齐王的箭令来 恕我们无罪 那好吧 你们等着 你们等着 我这就派人向大王讨箭令 齐王就是恕我们无罪 我们也不能投降 大哥 我这是火灵之计 好 来 帮老二的伤包一下 来来来 来来 跑进去 等着啊 天天君 箭令拿来了 好 好 你们听着 大王的箭令来了 请你们出来接令 把箭令拿进来 让我们看看是真是假 好 你们等着 送回去 是 准备好 箭令来了 接着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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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要放箭 别过来 快 快 快追 追 快 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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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你竟敢欺骗母亲 欺骗兄弟 欺骗世人 你这样做 犹如先祖 先祖是不会饶恕你的 太后 而这样做正是为了先祖 先祖不会怪罪儿了 你用诡计对待自己的母亲 对待自己的兄弟 先祖怎么会不怪罪你 太后 先祖开创的国家 不容任何人分裂 先祖的后代不应该背叛国家 公子教师背叛国家 与其国为敌 太后又不容许儿杀死他 而只好用计谋骗他回来 使其就范 而这样做 既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又不违背母命 先祖怎么会怪罪儿呢 我不听你狡辩 老夫只有一句话 不准你杀害公子交尸 太后正是因为不想杀死他 而才用计谋将其活捉 别说了 只要你不杀害公子交尸就够了 走 母后慢走 太后走了 走了 你打算怎么处置公子交尸 寡人既然抓了他 就不会轻易放他出来 《调虎离山》是三十六季的第十五季 此季的意思是 幼敌离开有利之地 然后使其就范 孙殿用此季诱骗公子交尸 离开魏国的保护 支身回到齐国 轻而易举地将其抓获 与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欲擒故纵 你 哎 你怎么能让他们跑了 我 我一时大意上了他们的当 你知道吗 这几个人有多危险 知道 你既然知道 为何疏忽大意 我 大将军 贞将军 离开白军队全程搜查 别让他们跑了 是 还有派一支金干军队 驾驾盲攻守卫 以防他们狗急跳枪 是 快去 你守在这里 其余的 跟我走 是 驾 是 大将军 军事 我们搜遍了全城也没搜到 他们可能出城了 何以见得 东南城的三个士兵巡逻 死在城头 都是被飞尸打死的 我估计 卫士兄弟可能是从那里 越强而逃 如果他们真逃走了 我们倒可以松口气了 可如果他们没走 随时可能出麻烦 田将军 你让士兵化妆成老百姓 城内城外继续搜查 是 走 我们看看去 走 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就是啊 高将军 我们兄弟从来没这么狼狈过呀 都是因为你缓暴军情 你说怎么办吧 我们兄弟不能白来一趟 我身上只有三两黄金 你们如果不嫌少 就拿走 要不 你们就把我抓起来交给七王 他会赏你们 你倒是有些骨气啊 不过你不值钱 连三两黄金都不值 你们要想多得奖赏 就留下来 帮我救出公子 杀死七王 救我们四个人啊 林子城内还有我们的人 你是说邹记啊 不是 公子只是利用他 那是何人 是公子离开林子时留下的人 都是肯为公子卖命的汉子 大哥 你说留不留 冲着他挺有骨气的 我们留下来 我带公子 谢谢主位 公子 请用饭 端回去 我不吃 公子 你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再不吃 小人可无法向大王交代啊 你转告比江 不让我见太后 我就是不吃 小人已经转告大王了 大王一直没回话 他这是不想让我见太后 公子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就别跟自己过意不去了 吃点吧 吃饱了再 不吃 不吃 公子 你这是何必呢 你不吃 挨饿的是你自己 不让我见太后 我宁可饿死 大王 公子娇师不吃不喝 说非要见太后不可 再饿他两天 看他吃不吃 他说不让他见太后 他宁可饿死 饿死就饿死 留着也是后患 不能让他饿死 如果饿死 寡人无法向太后交代 江四人 在 你 再想想办法 一定要让他吃 让他喝 让他活下去 去吧 是 高将军 公子有下落了吗 没有 不知关在何处 高将军 我们兄弟三个 在这破旧不堪的地方 等得可有点不耐烦了 对 我们要住城里 城里不行 军队正在查找你们 我们不怕 进得去就出得来 我知道你们不怕 可是 可是什么呀 算了 别难为高将军了 我们兄弟几个 委屈几天吧 高将军 你尽快查到公子的下落 别让我们兄弟等得太久 公子 公子 小人又送饭来了 公子 小人先把饭菜放在这里 您如果还是不吃的话 小人再来拿 回来 公子 有何吩咐 把饭端走 公子 您再不吃的话 会饿死的 少啰嗦 端走 公子 您就悄悄吃一点 小人为你保命 谁都不说 真的谁都不说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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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侮辱我 你 你给我滚 滚 滚 不吃 我滚 我 大王 公子教师 宁死不吃 小人真是无计可施 你先下去吧 是 王后 你看 该怎么办 大王要是不想让她死的话 那就让她去见太后 寡人怕太后见到她 会节外生枝啊 那就不理她 让她死吧 那不行 她毕竟是寡人的兄弟 寡人 不能逼死自己的兄弟 那就让她去见太后吧 假如你不怕太后 再来闹的话 那我就闹吧 太后请 公子 太后来看你了 随 Skype 孙生 可这些伤疤 特别太处 你顺劲 你扯动 老大王 ganze 看 cela 这个样子 儿像母亲想的 把母亲盼得 儿啊 你放心 母亲再也不离开你了 再也不离开你了 我一定想办法 让你尽快出狱 不过 儿啊 太后 离正儿来 不知有何吩咐 大王 你如果眼里 还有我这个太后 就应该立刻把公子交尸 放出来 太后 公子交尸 弑军叛乱 危害设计 罪不该设 而不杀他 已是非常宽大 如果再把他放出来 太后 偌大一个齐国 还有什么国法可言呢 老父不问国法 只问亲情 你既然是他的兄长 就应该高抬贵手 放他出狱 太后 儿不仅是他的兄长 还是他的君王 作为兄长 而已对他人质已尽 作为君王 我不能容许 叛臣贼子 逍遥法外 这么说 你是不肯放公子交尸了 太后 如果放了公子交尸的话 而对朝中大夫 对国人 对社稷都无法交代啊 那好 你把老父也关进牢狱 老父要同交尸儿在一起 太后 太后 这万万使不得 你这是献儿 与不仁不孝之地吗 那你就把交尸给我放出来 就是寡人想放他出来 朝中大夫也不会同意啊 你不放他 老父就同他一起坐牢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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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君师 今日寡人找你来 是为了公子交尸的事情 太后 让寡人放了交尸 如若不放 太后就要与公子交尸 同住牢狱 你看寡人 如何对待此事才好 大王可以放了交尸 公子交尸出来 他是不会罢休的 他还要作乱 他一旦作乱 就再把他抓起来 那样太后就无话可说了 寡人是担心 他如果逃到魏国 再抓他 就不那么容易了 大王可以装处 对太后无可奈何的样子 对公子交尸的 所作所为 不闻不问 这样他就会认为 有机可乘 就不会离开林姿 一旦再抓住他的把柄 就把他再次关进牢狱 好 三位壮士 三位壮士 公子有消息了 太后毕齐王 已经释放了公子 而且齐王被不同意 不再追究公子 及其随从 这么说用不着我们了 不 还需要你们刺杀齐王 什么时候 等待时机 我们不能在这儿等 公子早给你们 安排好了新的住处 我们走吧 走 走 挺好啊 怎么样啊 不错 可惜啊 没有女人 公子 公子 怎么样啊 好 太好了 既然好 就安心住在这里 别出去给我惹是生非 公子 放心吧 有女人陪着 让我们出去 也不出去了 好好侍奉他们 是 孙先生 田将军让我告诉先生 公子交失的人 已经住进了公子府 嗯 知道了 告诉田将军 千万不要惊动他们 是 公子请 先生请 请 请 公子来此 是来问罪的吧 先生 何罪之友啊 都是因为邹记 受了孙殡的蒙骗 致使公子 受牢狱之苦啊 这也不能怪先生 只能记恨于孙殡 孙殡这个人太狡猾了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啊 听先生的意思 是不打算与孙殡 再斗下去了 好公子 我不是说丧气话 如果大王不在 公子当权 我还可以利用公子的权势 与孙殡较量一样 可如今 不是这样 我可以改变 你所说的如今 弹劾容易 王公如今戒备森严 公子无法得手啊 这件事 不用先生操心 我自有办法 先生 我需要你做的 是联络更多的朝中大夫 一旦我改变了竹筋 你们要立刻帮助我 控制朝政 安定国家 好 先生 朕有闲情雅致 又在朝经引点了 他们让朝经引点 只是 我把作战经验 都归纳下来 看来你是要写一部自己的兵书吧 一点体会而已 大将军来此是为公子交尸的事吧 是的 邹纪刚才派人转告我们 公子交尸篡位置心不死 他还要刺杀大王 高将军也在秘密召集救部 蠢蠢欲动 先生 我们不能只是等待而不行动 应该想办法制止公子交尸啊 如今最好的行动 就是等待 我总担心 一旦疏忽 让他们得手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应该想办法把刺客抓起来 逼刺客开口招供 有了刺客的供词 我们就能把公子交尸 关到牢狱 太后会逼大王放人的 照你这么说 我们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放纵公子交尸 等他亲自下手 在他下手时 除掉他 我总担心 这样做太冒险了 要获胜 有时不得不冒凉险 大王 臣参见大王 宗大夫 这是何一啊 当年 微臣曾向先王抚秦进检 说服先王历经图治振兴齐果 先王 才将此秦资予为臣 寡人明白了 你是要向寡人 敬献治国良策 说吧 寡人洗耳恭听 微臣 乃有罪之人 有何颜面 向大王进宪治国之良策呢 先王临终前 曾将国家交以微臣与田将军 可是微臣 因私怨 听信公孙悦 使国家动乱不知 微臣 愧对先王 愧对大王 微臣 有何颜面 再将此秦留于家中 因此 微臣将此秦 还给大王 然后 再千居乡也 熄灭四骨 孟子曾经说过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邹大夫 你不要走 寡人 还需要你辅佐 待平定了 公子交世叛乱之后 寡人 将再次 为你重任 大王 能宽恕微臣 微臣 半分赶紧 等尽全马之劳 曾乃微臣 过错太大 再次入朝为官 难以扶重 孙先生 曾经告诉寡人 有过错的人 知错改错 会比 没有过错的人 更尽心尽力 他也劝寡人 重用你 招 Works 为我 粉丝 优优独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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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孙先生 别睡了 该上路了 大哥 下蛋了 快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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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不告诉我呀 公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意思是 李宗盛 李宗盛 他们曾经在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不是想杀他们吗 公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宗盛 来 大哥 没有公子 李宗盛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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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不杀他 我们要不杀他 李宗盛 转告大王 李宗盛 快 快 通过去 杀死他 我方 李宗盛 太后 但无法对宗盛 老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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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公子 老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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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带 我不会 老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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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太后 你来干 老妇盛 老妇盛 太后 老妇盛 这不是你 好 都给我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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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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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